嗨,我是白姐,欢迎收看银屋营社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收藏着一幅名画 胶纸果然图 这幅画是朗世宁在乾隆二十六年创作的 画的是一只进贡到宫中的猴 乾隆皇帝说 这是胶纸国 进贡的果然兽 奇怪的是 今天的动物学家指出 画中的这只猴叫环维狐猴 这种狐猴产于非洲马达加斯加岛 难道交纸国在非洲 史记五帝本记载 第 专须羔羊者 北至于幽灵 南至于交纸 西至于流沙 东至于帆木 当年 专须地的疆域最南边到达交纸 李王志曰 南方约满 凋题交纸 凋题是文脸的意思 交纸是什么意思呢 古人筑解说 是两族相像 就是盘腿的意思 秦朝时 曾设有交纸郡 管辖今天 越南北部 红河流域一带 宋朝皇帝 曾封 统治红河三角洲的 丁朝皇帝为 交纸郡王 所以 根据历史记载 交纸国 应该是今天的越南 那么 越南有没有果然寿呢 我们先来看看 宋代的太平预览中 引用《山海经》中的文字 果然寿似迷猴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果然寿 生活在交纸地区的大山中 他们像迷猴 颜色苍黑 群居生活 在越南 有一种色苍黑的猴子 叫越南乌叶猴 这是一种 深披黑色毛发的猴子 面部两侧 各有一个独特的白色标记 越南乌叶猴 是一种宾威野生动物 它和朗世宁 交纸果然途中 环维狐猴 大相径庭 在《南州医物质》记载 交州以南 有果然寿 其名自乎 身如圆 全面 通身白毛 体不过三尺 而尾长四尺鱼 这里的交州 实际上 还是指今天的越南北部 红河流域一带 文中描述的果然寿 有黑色 变成了通身白毛 越南金丝猴 有黑白两色 背部 四肢和手脚的外侧 都是黑色 臀部 四肢内侧 和肘部 奶白色 所以 果然寿很可能是 越南金丝猴 而朗世宁所画 交植果然土中的 环维狐猴 不可能是果然寿 有可能是 越南国王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一只 非洲 环维狐猴 于是 进贡给了 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 看来很稀奇 也很喜欢 便认为 是史书上记载的 交植果然寿 便命令朗世宁 画了下来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银雾营社 我们下期再见